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雪芯依媚儿的第一期 今天就开始回答一些大家的问题了 过去呢大家也积攒了很多的问题 然后我们可能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回答到 因为实在太多了 所以今天如果有你的问题 那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如果没有你的问题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继续提 不一定哪天就被录取了 不一定哪天就被收录了 现在开始 依媚儿是啥意思 以后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作品 你到时候你就看惊喜 我现在给这不赖个立下 那要不然又不好呢 遇见自己讨厌的人和自己一个公司怎么办 这个是咱们公司谁发的问题 我塞卷一下子 我看看你们是谁 这是谁的小号 通过问了这个问题 怎么样找到男朋友 怎么找男朋友 欢迎关注我心动的信号 什么时候直播 哎哟这个问题问到我了 我最近每天下班都很晚 然后我那个点直播 感觉大家都睡觉了 所以就最近没啥机会直播 但说到这我真的很久没有直播过了 怎么样才能像你一样和朋友处得来 怎么才能像我一样跟朋友处得来呢 就是只跟处得来的人做朋友 其他人就不要做朋友了 就能处得来 你都处不来 你跟他做朋友干啥呀 这位朋友 你俩连储都处不来 你还跟他做朋友 你咋那么累呢 我什么时候能有机会和贾女士一起喝酒 我妈现在调到月子中心工作去了 是他们医院下居的一个月子中心 你看你考不考虑就是 跟他有什么业务上的往来之类的 说不定就能喝 你看你家亲戚朋友 或者你本人 所以我这个 往这需求 说不定就能遇到我妈 如何让生气的好朋友开心起来呢 我的方式就是 不一天 一球呗 但我的好朋友都不跟我生气 我的好朋友脾气都很好 所以我才跟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最近的穿搭都好好看 是自己搭的吗 当然不是了 怎么可能呢 可以给郑林女士一个折腾吗 那怎么可能呢 你真太看得及我了 在下面 你问我的妆是不是自己画的吧 来给小珠老师 感谢啊 感谢你对我的这个赏识和认可 但不是我 太抬着我了 这样就在回答了老师 不收落尾啊 今天的雪晴一面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多朋友的问题呢还没回答到 没有关系 我们这是一个长期的节目 后面慢慢就会回答给大家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积极投稿啊 踊跃提问 给大家生活愉快 拜拜